环境部把每年10月份定为手机回收月 祭出笔电、手机等奖项 鼓励民众回收废手机 不仅宜兰县环保局加码抽iPhone16 现在就连罗东正公所也推出报废一只手机 就送三公斤的改良土活动 而剩下不到两个礼拜 希望可以突破去年319只手机的回收量 没出席路当中已经有将近200只手机回收 今年我们是收了将近319只手机 所以我们今年打算要突破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 那罗东正公所这个侵略队这边我们有加码 你一只手机拿过来除了能够参加 县政府环保局的抽iPhone的活动以外 我们还要加码 一只手机我们会加码送我们三公斤的回收土 那一个人你一次你拿五只来 我们有15公斤的回收土 欢迎大阁这回来哦 废手机回收不仅可以抽奖 罗东加码送改良土 获得民众热烈回响 到今天已经送出了600公斤的改良土 因为他这边可以领到那个培养土 那培养土我觉得蛮好用的 回家爸爸妈妈都可以拿来种菜啊 而且不用再另外去买一些有机土来用 我觉得蛮方便的定位 所以拿来换培养土 赞 民众款式热烈到现在为止已经兑换了200支的手机 提供我们提供了600公斤的改良土 那我们就请我们同仁一直运送我们的改良土来给民众兑换 改良土可以拿回家种菜种花都很方便 对于土壤的改善也很好 罗东加码公所清洁队提醒民众 废手机回收之前要注意回复原厂设定 把个资删除 避免资料外泄 而活动到10月底 请大家快找找家中没有再用的手机一起回收吧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